大家好,大家好,兩位拍檔好,歡迎我們的網友收聽 雲觀經濟,今天是星期四晚,即是6月17日 所以遇上的時間我們就做這個錄影,也會是遇上的時間 就是香港星期五的凌晨1點就會安排上YouTube 因為現在來說,我們已經是兩個不同時空 三個拍檔就是兩個不同時空 所以也要說明是這個香港時間 因為我都知道原來也有不少網友在英國 準備跟Eddie搞個Fans Club的網聚 所以也要特別清晰一下這個時間性,要不然就搞亂了 我們的網友應該都滿天下的 我們通常做Live的時候收那些 currency 也是,美金又有,加智又有 真的很開心 但是我看到很多網友在我們YouTube上留言給Eddie 又介紹什麼食肆,什麼地方有好東西吃 每個人都覺得你都是懂得飲食的人士 那民意食為天 吃東西當然是相當重要的 還有你慣不慣到一個地方 我想吃的東西都是很影響得到你慣不慣到一個地方 嗯 嗯 那些時間又是很影響到一個地方 所以星期二就失敗了 那盡量星期六日可以補回一些 因為我就會回到中央倫敦去拍一些東西 或者開一些會 希望可以補回一些片給大家看 嗯 那今天的天氣是都OK的 昨天晚上開始下雨了 但是你知道這邊下雨就好過香港一點點 就不是一下雨就黃雨、紅雨、黑雨 那純粹都是一些責任 就是多過一些暴雨 就是下雨狗屎 所以下雨之後就淋回一些 還有就陰一點 所謂雷種傳統來講的一個英國 有沒有去到陰天 就是有沒有去到很 就是 就是 烏雲脈暴這樣 但是都OK了已經是 嗯 很幸運因為 跟每一個英國人去開一些公司等等等等 他們都說 哇你真是很幸運 這兩三個星期來 差不多是英國 倫敦起碼 就是最好的天氣時間 都是非常之常的 所以都說容易適應 很幸運 是啊 我對英國倫敦最深刻的就是 有首是不是張學友的歌曲呢 歌詞什麼灰灰的天 那樣的嘛 就是那個我覺得很 很 typical 形容英國的天氣 或者我的接觸的時候 可能我比較 沒有你那麼 sunshine 我發覺我去英國出旅程 都很多時間都是陰陰的天 那也是 所以就是 可能今年又特別好 那天對我們又特別好一點 所以就是 整體的天氣真的挺好的 就是過去 週末去中央倫敦 去倫敦來附近都是比較好天 所以就是 都又開始 在這區附近都看到一些 因為這區就不方便說哪裏 但是都是站住朋友一個地方 所以都準備要找一個 新的地方 應該都會搬回去一個比較 市中心的地方 方便開會等等 所以 嗯 嗯 所以 都又開始找房子 那 還有在這區附近都看到一些 就是 似乎是華人 華人的面孔都開始 就是 都多了人找人家去看房子 那個感覺 嗯 所以 逐漸 就是都看到真的都多 就是 人家的面孔 會的啦 會的啦 我只是 只是上個星期已經 又知道多兩個 就是認識的人 又吃幾餐Fairwell飯 真的 真的 就是 接下來都非常忙 只是吃這些都 都很久吃 真的 那個局勢在香港 就 結了月轉餐 坦白說 是 今天都 穿了一件黑色衣服 雖然這裡買不到那份報紙 但是 就是托你們 如果你們買到 都 幫我買份 就是盡力 就是盡力 所以 就是 都 很可憐的 但是 就是在這邊都 又不想盡量 就是每一次都看完香港的新聞 我之前都說 因為你去這裡生活 那麼完全不碰 這裡的新聞 又好像 你其實還不在生活 在這裡 所以都 報告一下一些新聞 給大家聽一下 那 本身就 想著 6月21日 就是會 就是 第二 期的 封鎖 都會 在英國裡面 在英格蘭那時候 就是會解除 但是 大家都知道 每天的新增 COVID 那個 其實都是 多的 還是處於一個高位 即近期的高位 之前是好像有一天 零食蝕跌到到7000 以為開始準備著 向下跌的趨勢 啊 昨天就爆過9000 9000頭 那都 開始誇張 因為 相比起EU其他國家 其實其他EU的國家 都是少了很多 即是法國 西班牙都可能 二三千 頂上了 那 EU都開始準備 是放寬 就是 我想香港都有看新聞 就是放寬一些香港 澳門 台灣 甚至一些其他國家 都準備開放 不需要 就是 有個 就是 之前可能是應該有 特別的原因 才可以入境EU 但是現在是 旅遊也是可以 但是英國 就不可以去EU 因為 Delta Variance 就導致了 確診數字大陣 所以呢 應該星期一的 應該星期一的 英國時間六點 Boris Johnson 都去做了一個 抗議 就說 因為近來的數字 比較多些 所以都押後 最終四個星期 先解除第二步的 封鎖 但是我看到 市況 好像沒有什麼 都很誇張 現在如果大家有看過的網友 其實就開始歐洲國家盃 那 溫布萊是其中一個 在倫敦裡面 舉辦的一個 球場之一 所以 上個星期六 就應該打一場 這個 揭幕的 英格蘭的 比賽 其實上個星期六 都有 開始做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穿著英格蘭的 波衣 在酒吧裡面 去歡呼 等吃 他們都有一個APP 類似 好像是 我們在香港的安心出行 都有這個APP去做的 他們主要是 AnyChance 那個APP 或者其實 它都很人道 都可以填一些 紙底 或者 掃一些Google 資料 都可以填一些個人資料 都是OK 不一定要 硬性規定 用AnyChance 但是 似乎 都 以這個標準來說 都很緊張 每一次 他真的叫你 進來 去餐廳的時候 麻煩你也先戴口罩 在進食的時候 才叫你脫下 還有進來也要登記 以這個標準來說 都真的很厭 都算是頗遵守 所以 整體的情況是這樣 還有 剛剛過去的週末 又開完G7 看看一會兒 KO會不會總結一下 拜登的 差不多8天10天 的一個整個旅程 究竟是有什麼收穫 他應該去了一個 英國的西南部的一個地方 康湖 去開會 所以你看到 G7的領袖峰會 全部人都站在一個很疏的地方 在一個海邊 就是 好像一個圈套一樣 對 就是一個西南的 如果大家看到 英格蘭整個英國的島 最西南的那個地方 就是他這次開會的地方 我看到 好像Boris Johnson 也有下水 去游泳 好像挺開心的 當然 不會像碧涵一樣 這麼健碩的身體 大家 這些網友不用擔心 都是一個肥佬 這麼下水 沒有什麼特別的 完全沒有FF 但是整個氣氛好像都是 挺舒服的 好過大屋斯 其實我覺得大屋斯很辛苦 冰天雪地 每次都要在雪山開會 但是 現在剛剛 真的英國的天氣 又剛剛在英國做東道主的話 就是 比較舒服一點 真的不錯的地方 所以整個英國 都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英國那邊 就是 現在那個疫情的進展 都有點惆悵 因為 其實英國的 就是 注射的比率 其實都算是高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可能我的資料不太更新 可能阿Dee 可能有些比較 最新的資料 我的記憶就是 應該英國那邊的注射 就是 起碼一劑 一個疫苗 就是一次的疫苗以上 好像是大約 65% 其實都很接近70% 因為現在似乎 就是 世界上 覺得 或者我不知道 那個非 不知道什麼 什麼數字 就是我覺得 有七成的注射 有七成的人口注射的話 就覺得 可以達到 一個群體免疫 那樣的 那樣的 很多的 國家都以 70%的 接種率 做一個目標 那譬如說 無論是 美國那邊 其實有幾個主要的地方 譬如說 加州那邊 那邊 紐約 特別就是紐約 昨天 就宣布了 就是說 因為大紐約區的注射 的比率 就接近七成了 那所以呢 其實就已經開始 放鬆了 已經是 譬如說出去吃東西 又沒有這個人數限制 也不需要說什麼 桌與桌之間 有個 什麼的 一個最小的距離 隔離 之類的 另外 譬如說 還有紐約 高盟都開始要求 那些員工 回到辦公室 去上班 是啊 是啊 其他銀行都還是 工作從家 還有 我在英國裡面 開會 我的感覺 就是高級的夥伴 都還是在 工作從家 一些比較基層的員工 就已經是回了公司 去開會 但是 還是有一些人去 去開會 如果是 是啊 所以我看到 譬如說 如果就是 泰國這樣 因為我剛剛 最近也看到 就是 泰國那邊 其實原來 泰國整個國家 那個人 那個注射的比率 數字呢 就很低的 還是說 就是個位的 就是個位的 百分比 就是非常之低 但是呢 因為泰國政府 是很 希望呢 盡快就 就是其中一個 主要的旅遊 重中之重的地方 就是 布吉 大家都知道 是啊 沒錯 原來呢 他們的目標就是 到了這個月底 布吉 就可以是 七成以上的 因為本來是一個島 來的嘛 所以他們覺得 那個 控制的能力 比較強些 或者我想 就是有什麼事情的話 不可以 就是 隔離了 那個能力強些 所以呢 就現在 泰國政府就說 如無意外的話 他們七月頭就會 布吉就宣佈 全面對外 重開這樣 那所以這個七成的接種 就好像是一個 大家都 就是認為是一個 一個 但是其實 就是現在英國 就算沒有七成 都 都很接近的 但是似乎那個 就是這個 新的變種病毒 好像都仍然是 那個傳播都仍然是 加快 這個東西都是 我想對於 醫學界來說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 就是 隱憂來的 其實也是一個 其實呢 也不代表疫苗無效的 因為第一個 你看看死亡數字 即使是 每天的新增數字 是 大約九千左右 但是其實死亡數字 還是保持一個 很平均的 一個位置 沒有什麼多到 第二個 其實我聽他們的媒體說的話 其實 主要 第一針對的 大約是六七成左右 第二針大約 50% 鬆一點點 現在他們 Boris Johnson就說 第一 要看回不同的數據 第一個就是 究竟每天的新增數字 以及接種 因為開始 又是給學生 即是 年輕的人 都可以開始打 那希望真的 推上 第二針 都可以 增加數字 希望之後的 確賞數字 是比較低 還有 今次 你也要 給回一些 原因 因為 今次 在英國 現在 傳染得比較厲害 就是 Delta Varis 那時候 比較失策 就是沒有把 印度的 航班 遇到 或者 放印度 進去 一個 高一點點的 一個 對 沒有 所以多了很多 但是你又明白 倫敦的市長 是 什麼 籍外的人 你明白 那你又要選票 在英國 坦白說 我搭旅程 去 行街 你也很多 一些應該 印度籍的人都在 多的 多的 倫敦是多的 那所以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也聽 一些人說 就說 去英國 倫敦 其實 除了你說 嘗試英國的 傳統的食物 其實就是 魚 以我所知 最傳統的 或者那些牛肉批 牛肉批 其實就是要吃這個 印度的食物 因為他說 倫敦的印度食物 除了印度最正宗之外 應該全世界是第二個最正宗 因為那邊的印度人很多 我上個星期 也有個商業旅程 去了曼徹特 很快 坐火車大約 兩個小時 就由倫敦市中心 去曼徹特的總站 坐了兩個小時 鬆一點 跟客戶去吃飯 都是吃一間印度菜 整體都是 挺好吃的 但是 整體就覺得 始終印度魚 比較重 比較 油一點 你說很偶爾吃一頓半餐 其實 過口印是OK的 但每天吃 我的腸胃都受不了 坦白說 我現在保持著 自己煮一頓 有時候口癢就出去吃一頓 亞洲菜 多數都是自己煮 因為想比較便宜 所以 說回 COVID 就是 在倫敦真的比較 傳染得多些 都是Delta Various 似乎看回新聞報道 即使中了一支 那些 都是比較輕微 或者 再傳染出去的機會 都比較小 可能真的中了一支 那些 都是 未打針的人 就是 比較多 但是 幸好 這個數字 都停留在9000 都合理的 我覺得 對 希望快點搞定 然後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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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有這些 COVID 大家都 真的都很辛苦 因為 就是 不過我想 其實剛才 Kiel說 如果由去年年底 四萬多 到現在9000 但是 其實 這個Delta Various 爆升之前 其實 我記得好像倫敦 是曾經嘗試過 到2000 下 的數字 是呀 所以 你從2000 彈回到9000 其實都很厲害 就是 百分比計算 是 市面 就沒有 很恐慌 或者其他 但是 都要 我自己 就是 外出 我自己都戴上口罩 我不管你說 是 你歧視我 還是怎樣 就是大腦心體才最重要 近期其實這些數字都一直維持是一個低的數字 都試過好幾天是清零的情況 所以現在輪到連香港政府都開始說 積極考慮是逐步放鬆一些禁制、限制 包括出外、聚餐、或者是旅遊方面 其實都開始考慮 老實說,再次證明就是現在特區政府其實每次都盲人多怕 當全世界都在說的時候,現在才開始說 實在是沒有命 全世界最少的情況,香港好像都連續8、9天是本地零確診 但也是一個全世界最嚴重的一個禁止的地方 無論數字是想到下跌都是這樣,鎖下跌 大家都知道了,鎖下跌不是為了防病毒的 是為了讓它做... 做它要做的話,總之就是... 對... 可以到處去一下,當然也要繼續做一些防禦的措施 但希望有機會可以到其他地方看一看 好的,第一節時間你會不會下降市況 或者第二節就開始進去一些正題的地方 第一節時間就只剩下1-2分鐘 如果被雷種去的話,又是超市 我先做一些今晚的消息 今晚大家都知道每週四晚香港時間 都會公佈美國上星期的新生領域失業的救濟金 好像暫時回升了一點 而且昨晚我想都會預告 聯署局好像對2023年美加息的預期都高了 明顯改口風 昨晚市況也有一點波動 當然一出了一個聲明 因為相對這段時間 我等於英國下午時間就可以看到美國早上的時間 不用像香港時間追到這麼晚就很辛苦 所以明顯看到市況的變化 那時候三大指數一起都下了一點 但是好像最後收集的跌幅都很大部分 但是聯署局都怕市場誤解了 都是保留聲明 預期現在的通脹其實都是一個短暫性的現象 未必是一個持續性或者結構性的通脹 當然雷種可能有其他見解的 我們不如下次回來再說 讓雷種慢慢說 你覺得聯署局的局長 究竟這次說話是對不對 你覺得怎樣看 好 好